隋朝是历史上公认的最富的王朝之一,但也是只有39年的短命王朝,隋朝是在581年,北周皇帝禅让给阳间建立的。 九年后,隋朝消灭了最后一个国家南臣,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,实现了统一。 隋文帝总结历朝新王的原因,维护与农民的关系,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,确立三省六部制,废出九品中正制,设立科举制度,减轻刑罚与姚妇,实行军田制,使农民摆脱地主的控制,转化成国家的编户, 耕地面积大量增加,农作物产量提高,新建广通渠,并以此为序幕,带动一系列修建运河的工程,最终成就了隋唐大运河,经过这些改革,隋前期政治、经济和社会都繁荣发展,开创开皇之制,隋阳帝继位后,国力更加兴盛,在政治制度上,隋阳帝改革官制与租条制度,并开始舍进士科,这些都创新的典章制度, 还经营东斗洛阳,开运河,修迟道与驻长城,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,有了这些措施,隋朝时期的人数也达到了最多的4600万,大体上恢复到了东汉鼎盛时期的人口, 而根据史书记载,隋朝初年,府库中的粮食就已经够870万人吃50年,甚至在唐朝建国20年之后仍然未用尽,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存粮最大的时期了, 今世上隋朝实行辅兵制,这些士兵平时都是农民,农王种田,农贤练兵,有战争则随时奔赴战场,而且只要杀敌立功,就可以享受各种福利,分更多的田, 有了这些激励机制,士兵作战都非常英勇,有了这些保障,隋阳帝开始对四周国家争讨,扩张隋朝版图,到隋阳帝大业五年的时候,为了打通西方的商路,隋朝派官王杨雄和宇文树等,大败土玉魂,降者十万余人,从此隋朝统一了西域,在西域设立了和园,西海,兜善,钱莫四聚,调罪人为数族,开囤田,并运粮供应, 以保卫西域的安全,维护国家的统一,隋阳帝还带五十万军队御驾清零西域,东突厥的启明科汗,还亲自率领本部和附属民族,恭恭敬敬的贵营隋阳帝,启明科汗还表示,要放弃本民族的服装,改穿汉家衣冠,当大隋王朝的百姓,由此也看出隋朝当时的富裕和国力的强盛,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强盛一时的隋帝国在仅仅三十九年,国力达到顶峰时迅速的灭亡,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,第一,隋文帝非常利诱,导致权力斗争加剧,杨广是副兄继位,在道义上站不住脚,这也成为后来各军阀讨伐的口实, 第二,杨广的急功近利,选拔人才,搞科举制,修运和,征法突厥,从长眼上看,都是对国家有利的,可他太着急了,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办,还是没问题的,可是放在一起同时进行,百姓的负担就无形中加重了,再怎么强盛的国家也经不住这样沉重的负担,第三,杨广的奢侈无度,耗尽了国力与民财,从东都洛阳的修建, 道华力无比的行功都体现了杨广的奢侈,第四,杨广的性格缺陷,杨广本就是顽固子弟,在国力强盛,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,能够锦上添花,可当国家出现了危机的时候,没有直接面对困难的勇气,比如当刚刚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,他不仅没能及时处理,反而不让官员奏报,就是怕听到不好的消息,第五,对形势的误判, 在农民起义越闹越大的时候,却选择下江南,隋扬第一方面是为了逃避,另一方面是他政治上的打算,江南是杨广的老巢,早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,就曾经排员在江南发展自己的势力,万一不能顺利继位,就在江南自立,而当农民起义不可收拾的时候,带兵去江南也有打算,万一北方保不住,还可以在南方做自己的皇帝梦, 但这一切却随着清兵的叛乱而化为泡影 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感谢您的订阅,点赞,分享,如果您有什么感想,请给我们点评留言,再见